很快就集合了多少人呢 只有个奇葩诗人呢 就在他哥那个酒店 绿洲酒店楼下啊 老多人了 开的面包子 什么基本小教池 那时候该说不说啊 就是你看那个路虎刚有 来开路虎都小老弟 就他那个兄弟 全是大汉马 还有一些就干矿的河北的 唐山三老歪他们的 全是那个高级教池 来的就是没有太破的破折 大汉马什么这那个的 啪啪啪路虎也有 啪啪啪下车 刀枪棍棒的啊 那猛人的少数民族啊 还长得挺凶恶 连毛胡子一个一个的啊 全家杀老六子的 拿着老杨烈啊 算管烈 小颗个儿 人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很快 这朗利海啊 跟这个朗利云也到楼下 这哥俩我跟你说啊 打仗父子兵上阵亲兄弟 这哥俩可以说 在当地为虎作长好多年了 一下车各顶各啊 都来了 那个哈哥 云哥 兄弟们都来了 听你指示 上去跟我 呼啦下领 这帮人就往大厅里进 大厅里的保安跟服务员 一看见这一处啊 一百多人拿着假的事 谁敢管呢 尤其是大厅经理 服务员都认识 这不是二老板三老板吗 他哥的买卖的 你看他二哥 他二弟他三弟的 那都认识 没人敢管 大厅里面一共三部电梯 坐电梯 分两半 八八八就按电梯 也知道啊 他哥也来 八台也知道 说住几楼 说那个叫云山的 说住八楼 坐电梯 就往八楼坐 你看云山呢 跟杜成呢 还有这个宝哥 包括陶强 他们几个改屋就聊着事 啊 都成啊 你们也别多想啊 然后呢 以后哥哥我呀 相当什么买卖 我就给你们置本点 你们就赶他继续干 哎 小成讲话呢 操你妈 我总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啊 是不是要挨壳呀 宝哥讲话这真好 善哥 以后这个 我哥俩就跟你混了 内蒙古这地方太大了 我发现呢 啊 这内蒙包头啊 又恶尔多斯 这什么 呼和浩特通聊的 上哪个城市 乡都哪个买卖 你就抢过来 给俺哥俩 俺哥俩就挣 啊 这吃鲜城多好啊 不用自己投资了 宝哥就去买占便宜 小成就觉得没那么简单 宝哥 别说了 啊 有那么简单吗 那那那那那餡饼好吃吗 那有可能是陷阱 有啥陷阱 山哥敢 哎 你就别管了 废话不多说啊 很快 云山给这屋里面聊着天 他们几个啊 云山也抽着烟 就听到外面电梯 登登登登起声 完了一阵骚乱 他那五星级酒店 那个正常走道 是听不着声的 走廊啊 都铺着一层厚厚的红地毯 但你看这帮人 人仰马翻的啊 乌乌尚江的啊 哪屋哪屋 啊 808 哎 809 哎 这这这这这这 啊 那个海哥 就这会儿啊 老那孩子到门口了 云山也听着楼楼走廊里面 操出巴火的啊 云山讲话 陶翔啊 看一眼 什么人 陶翔这时候来到这个门口 这个小猫眼往外一瞅 啊 就看见走廊里 灰呀呀的全是人 陶翔一瞅 哎我操 你妈也吓一跳 啊 因为那种民风彪悍呢 这这这陶翔也不好 山哥 来了一百来人拿家伙事 枪刀啥都拿着呢 腰间都别着枪 什么 来一百多人拿家伙事 这时候门口啊 人家这个云 那个朗里喊就喊了 云山 把门开开 我他妈朗里喊 老老啊 啊 还有我三弟来找你闹了 来来来 你把门开开 你别害怕 你开门 小诚一听 小诚也趴到门一走 哎呦我操你爸 完了 全人啊 走廊都站满了 而且各顶各凶 凶神恶煞的 山哥 咋整啊 城阔也害怕呀 到那忙 就给人家伙事 真虎鼻砍你呢 山哥 咋整个老多人了 山哥 该说不说 云山觉得有大将之风 往那一坐 陶翔 把门开开 陶翔一瞅 山哥 山哥 开门呐 啊 开开 我看看谁 陶翔讲话 那开吧 小诚一摆手 陶翔上去 就把门给开开 你看开门那一上呢 云山也看着走廊 黑压压的小脑瓜 包括他们手中的酸管 猎武连毛子 还有腰间配的配枪 还有打砍刀啥的 山哥一点没怕 你看朗尼海脑瓜 包着脑袋 鸟掉着啊 哎呀 朗尼海啊 你这他妈唱的哪出啊 跟我呀 啊 带这么多人 啥意思 不是 云山 领导 你别叫领导 我可不是你领导啊 山哥 我来啊 我找你 我要跟你闹了 跟你谈谈 你就这么跟我谈啊 啊 你要这么谈 你要谈啥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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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跟你谈 你他妈像谈 你这拿黑车会呀 领一百来人 拿枪拿都要干我呀 啊 你他妈不想活了 山哥这一顿气质 就给对方震慕住了啊 这朗尼海在懵逼的状态 朗尼海瞅瞅 走廊室啊 不太对 你们都在外面等着 我三 领导着 这他三哥改外面啊 啊 山哥 我自己进屋有诚意吧 云山为这声 这批自己进屋 八把门关上 啊 一关上门 云山都没动他 坐那个 朗尼海 我看你是不想好的 是不是啊 我给你机会 你不动用 是不是 不想活了 是不是 领银他妈黑车会 把我围了啊 你想干啥 不是 山哥 我今天来呀 我没有别的意思 山哥 你看咱们之间 有啥仇 没有 我得罪你了吗 没有 我哥 跟我弟弟 得罪你了吗 你们老狼狼 都没得罪我 山哥 那你 能不能让我 死个明白啊 我因为啥呀 山哥呀 你上来 八八八 要把我哥 五个亿资产 还把我的这个酒店 我的这个矿 全要过去 山哥 你这不抢吗 你他妈说对了 抢 我是明抢 就要 你现在想活命啊 你把这个矿跟酒店 赶紧转到宝城 矿有限公司 我他妈不难为你啊 现在是你唯一的机会 给不了 哎呀 山哥 你这玩意太欺负人了吧 啊 山哥 是不是我们老狼家 啊 公公经营的 咱们也为厄尔多斯经济建设 也算是天尊加瓦之人啊 我们这些年是挣点钱 是不是 挣点钱 我们凭本事扔的 我们干啥把这个产业拱手 封上给你呀 你们老云家咋的呀 云山讲话呢 你他妈跟我喊啥 我相当你这买卖 我就要 你给不给 我不给 云山 我不会给你一毛钱 你要是好好说云山啊 你要说你这俩弟弟没啥干 你上热多斯要是没有钱 啊 我现在跟我哥研究研究 啊 这个酒店的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包括我矿的百分之三十 我可以拱手奉上 啊 交个朋友 这个叫什么 哥们 你叫 杜成一丑 我叫杜成 可以给他杜成哥们 啊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但是如果你强行要 欺负我 熊我 熊你什么呢 操 兔子急了 还有人呢 我告诉你云山啊 别把我逼急了 云山往前一站 啊 往前走两步 我叫他妈 欺负你了 能咋的 啊 我熊你了 不是云山 吐得急了 哈哈哈哈 还有人呢 啊 不是 云山 云山 你别逼我 云山讲话 我逼你 操 啊 操 啪 这一段电炮啊 云山上去 啪 我跟你说 两个大嘴巴 一个电炮 本身咱们旧伤就没好 脑袋缝了针了 啊 胳膊打着 打着这个吊环啊 啪 哎 云山 你干什么 云山 云山讲话呢 我熊你了 我看你这兔怎么咬人的 来来来 你咬我一口 你试试来 我看你他们不想活了 找死你之声啊 妈的 我送你上路 哎 哎呀 云山 你鼻子太伤 给杜城跟宝哥啊 当时都整蒙鼻了 啊 杜城跟宝哥一瞅 这三哥这干啥呀 太欺负人了 老天你们听到这吧 你们都感觉云山有点过分了吧 叭叭叭叭 打了十多电炮 这逼硬没还手 也没骂云山 他真能忍 云山讲话 操你妈 你里这么多人 你啥意思啊 啊 你要打我呀 邦邦邦的一顿大电炮 哎 云山 哎 杜城讲话 三哥 差不多得了 三哥 杜城看不下去了 差不多得了 这时候该说不说啊 外面那个谁啊 因为打仗 福祉兵上阵新兄弟 外面朗丽云就听见了 朗丽云冲动啊 听着 操你妈的 开门 开门 大王哥的啊 开门 啪啪啪啪就砸 云山讲话 把门开开 往前 哎 淘强过去 啊 杜城一白手开开 淘强把门就开开了 呼啦 进入十来个人 朗丽云 这拿着枪就就不进来了啊 五连毛子 还有他兄弟 拿着刀 拿着枪的 啪啪就 干什么 二哥 没事吧 二哥 云山 你别这么过分 你因为我们老拿的好欺负啊 他二哥一瞅 老三哪 谁让你进来的 不是 二哥 操你们装逼就干的 不是 哎呀 闭嘴 哎 不是 二哥 你干啥呀 我帮你的 你他妈胡逼呀 老三 中套了 云山 你们想死 你们支撑 我云山送你们一城 这时候老三也感觉不对 把枪拍 大伙儿八把 这这这这这这 这哥几个往处往处退啊 就那帮人啊 云山一瞅 操你嘛 大伙儿啊 来 老老三 你过来 快快快快 你家哥俩不兔 要有人吗 咬我一口试试 今天我们就在这 我云山在这 给我交缓了 你没成 拿出东西来 不拿出东西 干死你 那老三 瞅瞅云山 云山 你真是 他妈的欺人太甚呢 云山 云山 怎么的 你想咋的 云山一点没怕 就往前上 哎 就是俩人朝着拱火啊 你想咋的 云山 我告诉你啊 你真把我们哥仨惹鸡了 我们哥仨三条命 跟你玩 跟你玩命 你有能力 你现在打我 找这打 找这打 啊 扭到胆儿吧 行云山啊 你注意点 你别他妈走到大道上啊 你开车 你 你四叔开车 交通事故死的呀 你别走到哪天 你帮一枪打死 你说啥 你说什么 云山就急着我 操你妈来 啊 往这打 不是 老二家 这这这这老三 哎 就推着老三往出走 哎 这晚上杨长尔去 倒没打云山 啊 但老体 这一次啊 让杜成跟宝哥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了 山哥 这这这这刚才 这这万一要开枪 这咱们屋里面 连把家事都没有 山哥 这到底咋好事 我觉得事越来越复杂了 山哥 你跟我小诚说实话 你跟这老狼家有仇吗 云山瞅着杜成跟宝哥 小诚啊 小宝 你们放心 有一天你们会明白我在做什么 为什么老云家出事的 这些年内蒙的哥们啊 没有一个骂老云家的 无论老百姓还是那啥 人家都对老云家挂目想看 树打目指 山哥先也活着 山哥啊 拿起电话 就把电话打出去 那山哥打给了谁 山哥打给了这个胖云 就是恶多斯蒂把 胖云呢 你在哪 啊 山哥 我在那个市政府办公 你这样 你赶紧啊 叫上你这个 啊 叫上你的随从赶紧带银 带家伙事来 啊 上这个绿洲酒店来 山哥 这长得 我发声不测 你赶紧过来 快点 我要需要保护 你们内蒙古 这治安装不好 这云胖的疫情啊 云胖的赶紧带这个银啊 就是叫溜山门的银往那边赶 也不知道咋个事啊 这时候山哥啊 又打了个电话 打给谁了 打给自己的妹妹 小林姐了 小林姐这时候是内蒙古自治区啊 哎 他他那个四叔不死的吗 四叔一把 然后我昨天讲的 不讲的格格 就那八头他妈 十一把 临时提的 小林姐排第三 那公子 两千年 就打给他妹妹小林了 小林呢 我是云山 啊 山哥 咋的了 小林呢 出点事 我不跟你细讲了 那个 你有这个 内蒙古自治区 那个小零零 小婷婷 那个小六三门 那个啊 叫纳鲁那个电话 啊 我 我有啊 因为纳鲁得归小林 小林是四十区的领导啊 然后纳鲁也是 但是小林那个更大一点 说这样 你给纳鲁打电话 啊 你跟纳鲁说 我云山要找他 而且你告诉我 云山是什么身份 你让他给我回电话 哎呀 哎呀 咋的了 哥 你别管了 你打电话吧 啊 是 哥 我知道了 这小林这边 马上拿电话 哎 就给这个 哎 纳鲁打 但是纳鲁这边 咱不说 云胖当时带了不少 路上门点啊 到酒店了 都拿了假事 啊 来到云山这屋 啊 爸爸一敲门 云山假花进来 啊 啪啪啪二三十个啊 就是简称六三门吧 啊 进屋了 山哥 这怎么的了 怎么的了 我跟你说啊 云胖子 你这工作怎么干的 啊 你这 鄂尔多斯的治安太差了 不是 领导 咋 咋了 我这不知道咋 刚才 就在刚才 二十多次最大的黑社会 领着一百多人 拿着刀枪棍棒 给我堵屋里了 啊 而且我不答应他们的要求 拿枪要崩我 啊 这是纯纯的黑社会啊 我问你 你们工作怎么干的 山哥 这 这 这 真的假的 他妈废话 我现在 给纳鲁打电话啊 我要问问纳鲁这工作怎么干的 正在这时 云山正赶紧发飙呢 电话响了 喂 我是云山 那个你好 那个领导 云山是吧 我是这个 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六山门的一把手啊 这个我叫纳鲁啊 然后小林那个领导 让我给你回电话 请问云山三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跟你说 我现在在阿尔多斯 你多长时间能到 我找你有事 面谈 哎呀 我今天晚上应该回不起 我明天早上坐飞机 回那个阿尔多斯 我明天早上等你上午 你上午要不到 你就不用来了啊 是 是是是是 电话八灯一六 咱不说别的 云山料案电话 瞅着这胖云 那个哪个是六山本的同志 哎呀 你好 哎 我姓张 张局长 领导 我现在人身受到威胁 我需要保护 啊 杜城啊 小宝 领着兄弟 跟他们走 给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需要24小时警卫 啊 你们这内蒙古 这个 赫尔多斯黑车会太猖狂啊 要我命啊 是 领导 当时给这个领导下蒙了啊 六山门当时紧急的出了几台车 把云山还有杜城宝哥拉到了当时 额尔多斯六山门的 哎 招待所就是宾馆 哎 外面嘎嘎嘎 身强实弹的这帮那个啊 属于这个六山门的人 24小时挑灯嘎嘎嘎 保护云山 云山当天晚上啊 来到六山门24小时 外面小五个给他站岗放哨 这一夜啊 额尔多斯很多高官都没睡着觉 啊 一夜未眠 听到消息的一夜未眠 哎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谁呢 第二天早上啊 一缕阳光照到 额尔多斯这个草原上的时候 啊 坐着钻机飞来的 这个六山门 那蒙古最大的一把啊 纳鲁坐飞机来了 同行的还有当时咱说了 下飞机啊 还有谁呢 因为他级别够了 你这么说 这个额尔多斯的这个一把手 好像没有他大 是不是啊 眼睛的是正正听听啊 啊 额尔多斯那个一把估计可能也就是副庭 或者差了是平级 这不吗 他俩都都都都会到一起的 眼睛也不知道咋个事 就来到当时六山门的宾馆啊 去亲自建云山 你看啊 来到云山的宾馆 杜成跟小跟那个宝哥 这这这时候也都刚起来 带云山这屋闹闹闹闹这个事 你还说三哥 你这个事这个到底咋个事啊 你跟我们说是云山点话 你不需要知道 一会你就懂了 哎 不大一会 哎 人家秘书来通报 领导 那个咱们那蒙古的这个 呃 六山门的同志 那个 那谁来了 那个 呃 有这个 有这个胖云啊 领导啊 咱们 鄂尔多斯一把 还有六山门的这个 自治区的一把啊 这个纳鲁统治 还有咱们这个 鄂尔多斯 六山门的一把手啊 是一把啊 六山门的也都来了 同行的人啊 等待那个 你会见 你先讲话 让他们进来 其实这公司 六山门的这个 是六山门一把 都懵逼了 说咋的了 我他妈惹谁了 这一天早上 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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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说 你说昨晚到现在 我也没睡着觉啊 我们鄂尔多斯一把 胖云领导啊 这一天早上 又来我主管的 上级领导啊 特意从飞机飞来的 啊 从什么 忽略到贝尔大草原 飞这儿来的 他以为自己都要出事 啊 这么嗓人就进来了 一进来 这个胖云 一进屋 胖云跟云山是一伙的 三个领导 那个这位就是 那个纳鲁同志 云山第一次见他 因为那时他也上任不久 因为云山没职务啊 他不像小林的 主管他们经常开会 云山往这一坐 啊 你就是这个 纳鲁同志啊 哎 纳鲁的陆塞胡 哎呀 你好你好 领导你好你好你好 我好什么呀 我他妈不好 云山眼珠一瞪 我不好 不是 领导 这这这 怎么的呢 怎么的呢 你问问胖云 还有这个 啊 你们这个 柳山门的局长吧 我昨天晚上啊 在你们这个 啊 厄尔多斯 这个最大的五星级酒店 我被一百多人拿枪 带刀的给围了 他咋没他妈死了 他咋没打死我 还受到了人身攻击 跟威胁 啊 这个黑人会这么藏绝吗 你这工作怎么干的 上了一个下马威 纳鲁就蒙了 这领导 这真的吗 胖云一瞅 对 领导 您说事 是谁 我现在就办 云山瞅瞅他 谁 啊 这屋里面 我也不拿你当外人啊 那路 我问你 这个朗利平 朗利海 朗利云 这哥仨 跟你很熟吧 据我所知 好像跟你不少打交道吧 领导 我跟他们是认识 我跟他家朗利平朗老大 关系还不错 但是我从来不参与他们的事啊 领导 是他们动手 找你 行 你可以说不知道啊 不知者不怪 我再问 前段时间 恶尔多斯 出个大矿难 你作为六扇门的一把手 你不能不知道吧 啊 有个煤矿塌方了 你不知道吗 领导 我 我是在新闻上也看见了 不归我主管 他是属于安监跟矿物局的事 你放屁 你知道死多少人 啊 死多少人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作为六扇门的这么大事故 你不知道 死他们一百多人呢 啊 那一百多人 一百多个家庭 那有几百人失去亲人 你知道不 啊 他妈就是朗利海的矿 而且朗利海啊 动用自己手段 一分钱不给赔偿 说据说他们死亡者家属 去找他们公司 一个人家属 就给一万块钱 啊 拿着枪 拿着刀 就逼迫这帮老百姓 不要上访 你不知道 不是 领导 我 我真不知道 行 不知惹不怪 我再问你 这个 埃尔多斯 教育部门的一把 啊 还有几个局的一把 这个在校 弄那个大学 大学生啊 艺术学校 这个大学生 都他妈的二十来岁的 给的朗利海 亲自享用你 不知道 啊 啊 这事你不知道啊 逼迫大学生 卖严 一次给一万块钱 不干 啊 就用暴力手段 啊 连打带干啥的 你知道吗 老铁这回听明白没 这个朗利海啊 朗利云跟朗利平 他哥仨 事实上朗利平啊 做点善事 他这个钱财吧 可能早期啊 会用一些手段 挣完钱的开个酒店 然后他呀 定期有难有啥的 内蒙古那边有啥事 他也捐款捐物的 云山没想 这个弄那个老朗 这是临时计划有变 朗利海不领人 围云山 要干的吗 云山这回鸡了 才办的这个事 听明白啊 因为云山为啥要守着他 因为这个朗利海的 矿难死了一百多人 老铁 蛮子不报 这帮人死亡 一分钱没赔着 没得着 啊 然后还动用手段 其他的这个底线的 为了那个 跟老朗家那个 啊 搞过外线 把在校大学生 有的教育部门的 把大学生给他享用啊 操你妈的 啊 什么什么社会呀 老铁啊 云山 早就盯上他了 他个人没有仇 啊 要不是云山 这个出事之后 老云家 云山的口碑 在内蒙古老云家 人家内蒙古的 不管是做商人的 还是老百姓 对老云家 绝对是这个 口碑非常好 云山也没死 云山讲话了 你不知道 那个 山哥领导 我真不知情 啊 因为我工作繁忙 啊 你怎么干的工作 哎 说那个是溜山门 那是溜山门也懵逼了 是溜山门讲话了 你说我啊 谁有这事 那蒙古的都知道 啊 严谨 刘山门讲话了 领导 那那那那 那朗丽海是你小 你是朗丽海的小舅子 你不知道这事 那买卖得股份 但云山不知道 云山不知道 这个扎鲁啊 就纳鲁跟那个朗丽海 谈家里亲属关系 知道吗 他不知道有亲属关系 云山瞅瞅 行 你不知道啊 不知者不怪啊 我不追究 你瞅啥呢 还不办事去 我 俄尔多斯最大的黑社会 朗世家族 我给你三天时间 给我打掉 啊 啊 如果跑了 为你试问 是 八 这个谁啊 这个 扎鲁马上领着 市六山门领导 抓紧时间开会 制定抓捕方案 啊 在会上 有人就问了 说那个 听到 那个朗丽萍 最近做了不少善事啊 而且这个捐款捐物啊 他还有头衔呢 咱们动他吗 扎鲁一合 扎鲁跟朗丽萍尬嘎好 他朗朗二的小舅 但跟朗丽萍嘎好 朗丽萍顶人意 他心思能有十来分钟啊 啊 操你妈的 不能不抓呀 不抓云山都容易熟了自己啊 抓 啊 打掉这个最大的朗世家族 老体啊 制定抓捕方案的当天晚上 二多四晚上一夜 一夜嗷嗷之叫 那警车出牢了啊 小五个都出洞了 朗丽萍在自己家五星级酒店 被抓了 朗丽萍据说被抓的时候很平静啊 只说了一句 我呀 坏事坏在我那俩弟弟身上了 因为他并没做太多的恶事 他有点经济上的事 那朗丽萍呢 朗丽萍在自己的这个矿公司 被抓了 据说被抓的时候还完全反抗 手下兄弟还拿着家伙事 被击毙了去 把朗丽萍给背后卡卡卡塞车里 朗丽营 啊 是在出差回来的道上 被小五个蓝亭啊 查车给抓了 啊 这个连夜展开审问 这个朗丽萍还叫小五娘 我要见哪个领导 我要见哪个那个领导 这时候就是说白了 他往下好人啊 因为那个额尔多斯市吧 就是很多领导跟他们都有关系 包括这个制制区的这个老多人都受牵连 老铁这个事啊 当天晚上就抓就包括那个在校那个大学生被逼迫迈 那个校长啊 教育局领导 当时抓了海南木儿的 啊 云山亲自坐镇指挥 这么说吧 呃 朗丽萍挺平静 这时候这个六三门的这个扎乳啊 就杠手下这个是六三门的 你给这个朗丽萍朗丽营带个话 让他们别瞎咬了 咬越多人呢 他们有可能命都活不了啊 差不多行了 谁也救不了他呢 老鱼你要熟他呢 谁能帮了啊 啊 啊 可能六三门里面就递话了 你们呢 你们就别瞎咬了 你们越咬人越多啊 咱们这个他方式的就完了 你们别咬了 家属改外面啊 我们还能帮一帮 为什么赵三舍的时候一个人不要 哎 三哥就想到了自己的子嗣孩子啊 姑娘包括他喜分之后的生 你咬啥用啊 谁救不了你 老铁审查他们朗氏家族的贪腐 经济案子一共快速审了一个月 就结案了 朗丽萍呢 由于对社会有贡献啊 朗丽萍当年被判处有机徒刑十年 朗丽朗丽 朗丽萍判十年 朗老三啊 朗丽云被判二十年 因为他也是黑人会 然后朗丽萍 朗丽萍还没等判呢 因为抓到这个里面的时候 他得需要关键小看看呢 关键小看看那时候 他据说得什么肺解核 然后无签一致啊 没及时救治 死了啊 然后那个没等到法院 那个就判了 他就死了得病啊 老天你们相信他得病死了不 他就没到宣判那天 啊 听明白没 他有病死 像郝萍是死里了 咋死的咱就不知道了啊 你们细洗子去 当这个事一切办完了 那个纳鲁啊 并没为首饰啊 纳鲁 这个纳鲁办完这个案子之后 来到当时战书了 来到三哥面前汇报工作 汇报成果啊 打黑的成果嘛 三哥你看 朗老大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判十年 朗老三的判十二十年 现在朗老二啊 朗里海 这个里面这个酒病成医啊 然后不知是生亡了 啊 这个结果你看满意吗 咱们查抄他家的家产 一共是六十个亿的现金 还有三十亿的固定资产 据说朗里海 就是家里面的表都无数了啊 上百万的表啊 包括那皮鞋啥的都被 鞋一双鞋都好几十万 就那样啊 云山瞅瞅这个 纳鲁 说纳鲁啊 我不拿你当外人的 因为这一次啊 鄂尔多斯打黑 我牵着头啊 然后抓进了上百人 这个贪官咱不说 经济啊 咱们得搞上去 不能因为这些人贪腐啊 因为这些人犯错误 咱们影响鄂尔多斯当地的经济啊 这个矿啊 还得干啊 对吧 是领导 我听你安排 这样啊 我认为啊 这个矿啊 现在这个矿难死了一百多人还没得到赔偿 你看看 你把这个矿 怎么转到这个宝城房地产 宝城矿有限公司名下 我不瞒你说 这两个人就是我弟弟 然后呢 让这个杜成啊 跟这个吴双宝 他俩做家属的善后工作 包括这个大学生啊 被侵害的赔偿金的问题 让他们的公司接手 然后他们去做 哎 这这这这这拉鲁一听 没收拾自己呢 就这烧高兴了 领导 你放心 我经手办这个事啊 如果有差错 你追究我责任 好 嗯 我看结果啊 你去办吧 这么宝城 这个矿物公司就接替了 池仙城的一个批包公司 杜城跟吴双宝 接替了最大的热尔多斯的矿 金矿煤矿 还有这把铁矿 谁的啊 朗里海的 然后这个商场赔偿啥的 他俩赔偿的 那他妈能几个钱啊 啊 这经过这个事之后 杜城啊 跟宝哥找到这个 啊 这不得记的一个批包公司 一下瞬间就几十亿资产了 啊 找到当时该说不说 找到这个 那个 哎 云山大哥了 山哥 看明白了 你对俩弟弟真好啊 啊 就你想熟着他们 你打黑除恶 你不用我俩也照样熟识啊 你把这钱财都给我了 我俩身上来 山哥 以后咱就给那蒙古逛 坐你那小飞机往哪飞 下一站咱上包头啊 啊 当地恶势力 你相同我哥俩上去咳 然后你就铲除 然后咱们财产就咳过来 啊 这他妈不就发了吗 云山一瞅 滚你揽了个哨子去 啊 我他妈咳这不是瞎咳的 啊 我们老云家 啊 不挣这个片面的一分钱 等他妈我们下台了 你去查 我们老云家不会有问题 但老铁云家 老云家后来出点事 你知道为啥老云家 他们都没死 云山他们 杜城他们这个人群啊 包括后来普正 包括这个很多人都帮老云使劲 知道不 这是最主要的啊